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的最后一节 是一句祝福的谎 保罗说 愿主耶稣今度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遇你们众人同在 这句话大家一定很熟悉 因为每一次礼拜基硕的时候 牧师也常常会用这句话 来给大家祝福 有的时候牧师的祝福 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变化 是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宝慧师的感动 常遇你们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永远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平时我们在谈到我们所信的 是三位一体的神 一般来讲总是圣父 圣子圣灵 这个次序是父子灵 但是在这句祝福的话上 开头首先讲的是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然后才是天父上帝的慈爱 最后是社灵 为什么这个次序不是父子灵 而变成子父灵 你们想过没有 这是为什么 那么请大家再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说 我们请念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接受我 没有人能到处哪里去 弟兄姊妹 这节经文就给了我们答案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接受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们要进到天父上帝那里去 要接着耶稣基督 我们要接着耶稣基督的恩惠 到天父上帝那里得着此爱 并且有圣灵实实的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 今天我们就恳请圣灵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动工 让我们来一起思想 主耶稣说的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第一点我们一起思想 耶稣是道路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道路 有大路 小路 山路 平路 公路 有highway 有地下铁路 也有很多私家的小路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有形的路 还有一些看上去好像无形 但实际上是存在的路 比如说海洋里面人船开的航道 天空里面飞机航行的航道 有一次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失事 那就是因为中庸飞机 飞错路了 飞到民庸飞机的航道上 结果就飞机相撞了 还有 人们常常说 人生是一条漫长的路 人生也是一条路 那在圣经上 《月博记》里面 《月博》说 我持生出于母胎 也必持生归回 这个出和归也是一条路 人们常常会探讨的问题 人从何处来 人往哪里去 这个来和去也是指着一条 人生之路 那么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我们一生走的是什么路呢 圣经告诉我们 世界上的人走的路有三条 第一条是迷路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我们走的路都像羊一样走迷 第一个人偏行几路 走迷路就是因为不肯去问问别人 不肯接受正确的远等 偏行几路就会走迷 几年牧师没生病 以前我们参加绞生的一次活动 到茶木公园去旅游 结果在茶木公园旅游的游完的时候 牧师走丢了 是那个Vicky帮我们真光教会 带主日学的那个同工 去把他领回来 所以杨牧师看到Vicky就说 是你把迷途的老羊 领回到羊圈 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了 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本来他们只需要走十一天 就可以到达迦南美地 但是以色列人 他们不要神拆遷摩西的带领 偏偏自己去造了金牛毒 让金牛毒来引路 离开了神所吩咐的道 结果就走上迷路 本来十一天可以走道的路 他们走了四十年 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那颗子 我们就要一生走耶稣基督的路 不要再偏行己路 不要再像羊一样在迷途上徘徊 以色雅书五十五章 第七节到第九节 记者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地也照样 我的道路也照样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所以我们要记得 不要再走迷路 还没有信主的目道的朋友 以前也许你们没有听过福音 你们不知道耶稣是道路 所以你们一直在迷途上 现在有人向你传福音了 你来到了教会 你就是找到了一条正道 那你就要回到耶稣的这条路上来 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四人走的第二条路 是什么路呢 我们一起念诗篇八十二篇第五节 你们能不知道也不能来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 你们的根基都摇动了 世界上的人是在黑暗之中行走 因为人犯了罪 我们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前几年纽约有一次大停电 全城一片漆黑 为什么 因为线路的部长和发电厂的电源断绝了 断绝了就在黑暗之中 那我们人类的始祖 亚当、沙瓦 违背了神的命令犯了罪以后 他们也躲避神的面 不敢见神的光 人的生命和神断绝了 所以就在黑暗中 你们有没有听过 人家说干坏事 犯罪就是见不得光的事 是见不得光 见不得人 是在黑暗里面 在《使徒行传》第九章 记载着扫罗 后来改名为保罗 他在悔改以前 他是要迫害新耶稣的人 在前往大马社的路上 被主的光照破倒在地 成了睁眼的瞎子 有整整三天看不见 这条路是他要去犯罪的路 他要迫害新耶稣的人 但是因为主的怜悯和拣选 保罗在大马社路上 经历了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 他从迫害圣徒的人 转变成忠心传福音的使徒 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到四十三节 也记着耶利葛城的一个瞎子 他坐在路旁边炒饭 他听说耶稣要经过 他就求主联名 主耶稣问他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 主就使他立刻看见 他看见了以后 就跟随主耶稣一路荣耀神 众人看见这个事情也赞美神 弟兄姊妹 我们以前也许也曾经受到迷惑 我们也许曾经是财密心窍 也许我们也常常只看到眼前的利益 而谁从私塾在黑暗中行走 还不知道是行在黑暗里 今天我们就要像耶利哥城的这个瞎子一样 来求主联名 求主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真光 圣经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要跟随耶稣的引导 一生行走在光明之中 第三 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 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人 走的是死路 我们一起念 你们要进行财密 因为引导灭亡 那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我们世界上大多数的人 都是走向那个引导灭亡的 并说宽的那条大的路 记得在大陆的时候 大家也许知道我以前是做中学老师的 那我们老师呢 本年就要带学生下乡劳动 学工学农 那我们下乡劳动的时候 有一次呢 收工了 天色已经暗了 我们十几个人呢 就从田间的小路慢慢地走 这个路很小嘛 只能一个一个挨着自学者 那有一位老师呢 他深度近视 他用手就指着旁边 他说那边的大路 你们为什么不走 都在这个一个一个挨着自小路 一边说呢 他一边就自己一个人走到大路去 啪啪 我们就听见荒唐一下 他掉河里去 那个不是大路 那是一条大河 他自己眼睛不好看 看不见就走错了 幸亏马上去救他 没有出事故 但是学生很调皮啊 从此以后看见这位老师 就叫大陆老师 他自以为他走上一条大路 没想到他走上一条死路 我们生活在纽约 这里的生活的节奏特别的快 马路上的人走路都是 我刚来纽约的时候很不习惯 我们走路平时都是很慢 但是我看纽约的人走路都是冲冲冲冲冲 为什么大家要谋生 其实你整天忙于拼搏 你也谋不到永远的生命 只是在追求属失的一切 结果到死了 啥也待不着 我们要走的是永生的道路 就像马太福音七章第十四节所说的 引到永生那门是宅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走 那我们跟着主耶稣 就能找到这条路 弟兄姊妹 世界上的人走的是三条路 一条是迷路 第二条是黑暗之路 第三条是走向灭亡的死路 那我们基督徒 我们信了主 就要从这三条路上返回 回到主耶稣带领我们的永生之路 第二耶稣是真理 刚刚我们一起思想的耶稣是道路 第二我们一起思想 耶稣是真理 常常听人说 光理十八条 真理只有一条 那么到底什么是真理呢 在慈海里面对真理的定义是 真理是知识和实际情境相合 而不背于理论学的法则 就是说世界上的人从头脑里的知识 做出一些假设 经过实验去证实 这个假设就被认为是真理 其实慈海这个对真理的定义本身就不是真理 因为它的基础是在于人的知识 在由人来验证 而人是极其有限的 人的知识随着时代 随着你处的地方不同 会有变化 用人来验证这个事情 也因为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 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而真理是应该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什么地方放置四海而接准的 是不变的 是不受任何的控制的 真正自由的 也是颠簸不破的 完全的 真理必须是这样三个条件 第一它不变的 不管地方不管时间它不会变 你们变它不变真理 第二真理是完全自由的 不受任何人任何事情来控制的 第三真理是完全的 是没有缺陷 世界上的人其实不懂真理 所以常常就把情理 把道理把法力来作为真理 有些人以情理作为真理 只求和情和理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记者 当耶稣指示门徒 他说耶稣说我要去耶路撒冷 受长老 祭司长文士的迫害 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 彼得很爱耶稣嘛 他就拉着耶稣 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领到你身上 彼得不愿意自己跟随的夫子去受苦受死 他真切的流露出师生的感情 生离死别是情所难忍 见死不咎是理所不容 彼得这样劝耶稣 看起来是合情合理 但是情理不是真理 彼得说完话 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什么 耶稣是责备了彼得 并没有彼得 耶稣并没有对彼得说 哎呀好门徒啊 你太爱我了 你阻挡我去死 你阻挡我受苦 耶稣没有这样说 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 撒但退我后面去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情理好像合情合理 有情有义 但是情理绝对不是真理 第二有些人呢 用道理来作为真理 总归强调什么事情 要讲道理 这个事情要讲道理 以前在家庭里面 有矛盾的时候 我们总归要请老娘就来平理 来摆平矛盾 有的地方是请组长 或者其他的长辈 来平理 平平道理 来做出一个判决 但是不管是老娘就 还是组长长辈 因为也不是完全公正的 他们会有成见 会有偏见 也会缺乏于某种势力 所以他们的判决 没有道理 他们会不公正 甚至于是错误 因为道理是以人的传统经验 和理性分析作为依据的 但是人的传统经验 不一定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 人的理性的分析 也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 人们嘴上说的道理 不等于真理 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八节 和马可福音七章七节记者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 当做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这说明圣经上告诉我们 这些道理 人的所谓的道理 常常并不是真理 第三 还有一些人呢 用法理来作为真理 认为不合法理的事情 就是不合真理的事情 约翰福音八章 记者文士和法利塞人 带着一个行淫石被拿的妇人 他们认为根据法律 把这个妇女打死 是合乎真理的 但是主耶稣说 你们中间 谁是没有罪的 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他们听见这话 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他们认为 法律 规定的 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 根据法律 把她打死 是真理 但是主耶稣是怎么做的 是怎么说的 律法可以使人知罪 但是行律法 并不能使人在神的面前 被称为义 更何况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法律 就是在美国不同的州 还有不同的法律 所以律法法律不是真理 情理道理法律都不是真理 什么是真理呢 刚刚我们已经讲过 真理第一是不变的 第二它是自由的 第三它是完全的 圣经告诉我们 唯有主耶稣是不变的 西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 我们一起念 耶稣基督 昨日今日 遇着到永远是希望一样的 我们再看雅各书一帧十七节 我们一起念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美的善事 都是从上来来的 从中方出处那里降下来的 但他并没有没有改变 也没有专重的命啊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是不变的 那么真理还是自由的 世界上没有绝对自由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国总统洛斯福 他就标放美国有四大自由 第一是言伦思想的自由 第二是宗教信仰的自由 第三是物质丰富 不知缺乏的自由 第四是无所惧怕的自由 先不说这个四大自由 有没有完全的真正的实现 即使是完全真正的实现 仍然没有一个人 可以标榜自己有免于死亡的自由 我有不是不死的自由 我不愿意死就不是 没有的 因为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并且有审判 唯有主耶稣可以向死亡夸胜 耶稣被钉死在十四架以后 第三天 他从坟墓里面复活了 他胜过了死亡 只有主耶稣才是真自由 我们信了主耶稣 我们也能得着这个真自由 我们一起念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 所以说 所以说 你也能得着这个真自由 那 世界上 也没有任何人 任何事物是完全的 真正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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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是不变的 主耶稣是不变的 主耶稣是自由的 主耶稣是完全的 只有这三个条件 只有这三个条件满足了才是真理 所以说 主耶稣是真理 第三 主耶稣是生命 生命 生命这个词 是由两个字组成的 一个字是生 一个字是命 所以 常常听人说 我生不逢时 有的人 出生在 中国那个三年自然灾害 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小孩子 一般来讲生气不太好 因为父母没得吃 妈妈奶水不足 所以生不逢时 生 也常常听人说 这个人好命 那个人命苦 那个命运怎么样 生命 其实是包含着肉身的身体和灵命 中国古话说 从人所得 为自身 从人来的是身体 从天所付 为自命 从天就是 从神那里来的是属灵的生命 所以真正的生命 其实是包含肉身和灵性 两部分 那世界上的人对生命 也有误解 他们常常会把生活 把生育 把生存 当作生命 人常常把生活 当作生命 生活和生命不是一件事 对日常工作 对日常工作 有人说是谋生 有人说是干活 其实日常的工作 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有好多人来跟随耶稣 他也是为了生活 不是为了生命 现在很明显的 很多人要搞宗教的政治批护 他来信耶稣 他是为了在美国能够 拿到一个身份 生活下去 在圣经上也记载了 主耶稣用五饼二鱼 给五千人吃饱以后 众人又跑到海边去找耶稣 对耶稣说 拉比你是几时来到这里的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并不是因见了神结 乃是因施饼得保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天赋所印证 许多人为了谋生拼命的干活 特别是新移民来到美国 好多人真的是在拼着命赚钱 我就听过好多人 这里是美国啊 赚钱容易啊 只要你肯干啊 你就赚得到钱 赶快拼着命去赚钱 但是 掙到了钱 把命丢了 有什么意义 而为了赚钱 就失去了新耶稣的机会 或者离开主 礼拜天我不去教会 我去上班 可以拿加倍的工资 那么我就去上班 多赚钱 那你把灵性的生命上升 不是更加可怜 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美好的生活 我们所信的神也祝福我们 供应我们 使我们不至缺乏 我们都很熟悉 诗篇二十三百年 耶和华是我的母子 我并不至缺乏 我们信了神 我们身心灵所需要的神 都会一一的按照他的美意来供应 你不会缺乏 但是你要得着这一切 你首先必须要有新的生命 并且活出新生命的样式 生活不是生命要记住 第二 第二 有的人常常会误把生育 生小孩子当做生命 有一个小兵笛在这个家庭当生了 人们就会说 一条小生命来到了这个家庭 人常常以为生命是人造出来的 报纸上会登 某某明星造人成功 都以为这个生命是人可以造得出来的 而许多母亲讲到自己的子女 会说 哎呀我的孩子是从我肚子里掉下来的一块肉 他以为是他自己给他的生命 这些说法都是只看到肉身 小BB生下来他们只看到这团肉 而忽略了灵性的缘故 人是神所造的 神造了人 并且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了灵气 使我们人成为有灵的活人 所以生命真正的生命 是包括我们这个肉身 还包含了灵力的生命 第三 人也常常会把生存当作生命 因为生命就是你存留在世界上的日子 就称为叫有生之日 其实生存和有生是不一样的 长生就是只生存的日子 你常常的活在世界上的日子 但是再长寿的人也会有一定的闲度 人总是有闲置的 我们一位弟兄他就是老人中心的主任 去祝贺老人家 祝贺98岁的老人家生日快乐 祝你长命百岁 那这个98岁的老人家不开心了 因为他已经98岁 长命百岁 那他只能再过两年 所以这以后 这个老人中心的主任 就要改口 因为在美国真的 九十几岁不稀奇 那如果九十九岁 你去祝他长命百岁 肯定跟你吵架了 你咒我明年死掉 所以他们改口 长命两百岁 不管是一百岁也好 两百岁也好 总归有一天要离开 有的人年纪轻轻的自杀 他记住的是在世界上生存的日子 并不是生命的了结 他记住的只是他肉体的肉身的这个生命 还有他的灵魂未了 圣经告诉我们 按着定命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露神死了 你的灵魂是受永远的刑罚 还是享受永远的福分呢 我们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告诉我们 我们原知道 我们这地上的帐篷 若是拆毁了 别得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子 我们这个肉身在地上死了 拆毁了 我们还能够得着在天上 不是人所造 是神所造的永存的房子 我们生存在世界上的日子 如果你没有信主 你没有得到永生 那么你在世界上存留一天 你就消失一天 将来的灵魂还有永远的死 但是信了主 我们有了永生的生命 并且活从永生的样式来 就能够在将来享受天上永远的福乐 讲到生命这件事 一定会想到生和死 对基督徒来讲 这个生有三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诞生 就是你每年纪念你生日的诞生的日子 第二个是重生 就是你信主以后 你重新从水和圣灵得着新的属灵的生命 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 他就告诉我 他有两个生日 一个生日 是父母生他的日子 生日 他每年 第二个生日 他说 就是我受洗 归入主名下的日子 前些天我们一起吃饭 他告诉我们说 我再过两个月 两个月就到19年了 我十岁 重生的生命是十岁 这个弟兄很好 他说 我在09年受洗 归入主的名下 也是我重生的日子 我在09年也拿到了两个功名 一个是他入籍成为美国功名 第二个是他受洗成为天国的功名 感谢主啊 我们都要恭喜他 我不知道在其他的弟兄姊妹 心中 你们有没有看重你们重生得救 你们受洗的日子 你们有没有像纪念你的生日一样 你们记得你是哪一天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我是1957年7月7号受警的 我们都记得这个日子 常常提醒你 从这一天起 你就归入主的名下 你就成为天国的功名 我们成为美国功名这一天会记住啊 因为成为美国功名这一天起 你可以去申请很多很多的美国的福利 那么你有没有想到 你成为天国公民以后 你活着的时候有指望 你将来有盼望那个福利实在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记得 我们基督徒来讲 这个生这个字对我们有三个意义 一个是诞生 我们过生日的诞生 第二个是重生 我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第三个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永生 对基督徒来讲 生有这三个意义 讲到死 对世界上的人来讲 这个死也有三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生死 这个身体死掉了 没有呼 心脏停止跳动 呼吸没有了 脑死亡了 生死 第二个是心死 有的人活着 人没有死 但是他心如死灰 他看破红尘 他觉得一点也没死 活着没有帮忙 心死 第三个就是灵魂的永远的死 灵死 我们信耶稣的人 有诞生 有会重生 也能得到古生 我们的身体虽然会死 但是我们有盼望 所以活着有盼望的人 心不会死 反而心里面充满了平安 充满了喜乐 我们因着信耶稣 我们能得永生 我们的灵魂也不会死 不信耶稣的人 只有诞生 不会重生 当然的 得不到永生 不信耶稣的人 不但身体会死 心也会死 并且 他的灵魂将永远的死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告诉我们 信子 信子的人 由永远不生 不信子的人 得到永远的死 神的生存 常在他 地上 弟兄姊妹 生活 生月 生存 都不是生命 有人说 生存 只是为了生活的人 是一个可怜的人 是一个可怜的人 这个人 活在世界上 存在 存留在世界上 生存在世界上 只是为了生活 为了吃一点东西 为了生活 拼命地去干活 很可怜 是一个可怜的人 生命 只求生存的人 更是一个可怜的人 他的生命 只是为了生存 还活着 巴金 中国很有名的 主讲巴金 他其实 他的生命的最后的一段日子 不能吃不能喝 他身上插满了管子 没有一点点 生活的质量 但是 主播 需要他 存留在世界上 人民 需要他 存留在世界上 其实 他 他这个生存 是痛苦 所以 就是一个 更可怜的人 只有今生 没有永生的人 那 永远是一个可怜的人 弟兄姊妹 我们信了主 我们不要做可怜的人 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生活活出我们新生命的样子 我们的亲友自己生了小baby 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信仰传承下去 我们在世存留的日子 就是为主而活 主也必赐给我们平安喜乐 主是我们活着有指望 将来有盼望 这样的人生是神所悦纳 弟兄姊妹 主耶稣说 我就是 道路 真理 生命 当我们遇到挫折 无路可走的时候 要记得 主耶稣 就是通往光明的道路 当我们面临觉知 不知所措的时候 要记得 主耶稣是不变的 自由的 完全的真理 当我们思考人生 何去何从的时候 要记得 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 祂赐给我们永生 感谢主 请我们大家低头祷告